感谢齐齐哈尔送给世界这么好的礼物 咱说实话这个肉的质量在日料店不得爱客卖 论凭肉的质量谁也比不过忠实烤肉 这样烤出来都酸菜 比肉的烤 这个油脂太丰富了 哈喽朋友们 众所周知最近齐齐哈尔烤肉的热度特别高 自从我上次吃过一次之后就念念不忘 真的好吃 真的香 今天正好在这外地出差呢 选了一家看起来特别正宗的齐齐烤肉 带你们一起去看一看 来到齐齐哈尔肯定要点家庭麦肉 还有雪花牛肉 还有这雪花三斤 酸菜五花肉 东北必备 我这竟然还有酥子叶 还有东北冷面 这好全啊 这个品质 M9雪花牛排这厚度 老规矩 牛油先转一块锅 哇 你们就看这个肉质 毫不夸张说 我这什么蘸料都没蘸 一股奶香味 这和我和西加尔当地吃的一模一样 烤成的奶香味 这肉质绝了一点不如 太香了 你们就看这个质感 真绝了 烧烧烧烧 加一点点盐 这种肉质量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调料 哇 香不行了 香毁了 好 蘸一下料脂 也是很香 但是这个料味把肉酱也带过去 哇 鲜鱼牛盆 L9的后鲜牛排 四种块M9和牛 一口带走 这个油脂太深复了 现在就有一点棒身了 选一下牛三斤 青椒蒜瓣 来点调料 就这一口的丰富的味道 想说实话 还得吃点酥酥叶 什么生菜还是好肉 全都充充于别占 用猪脚的那句话就是寒流全部去一边吃 鲜鱼还是最屌的 辣的味儿的 其实汉尔的肉怎么都有奶香味 我这才知道它为什么叫三斤啊 这一个斤 这一个斤 这边一个斤 三条斤 真的不需要蘸什么脸之类的 一口蒜 一口肉 再来一口丝叶 哇 家庭拌肉 这个肉的色彩看的真的是太香了 用肉汁把酸菜给浸满 这样烤出来的酸菜老好吃了 就是这样酸菜烤的焦焦的 还说不出啊 这一盘肉 嘿嘿 酸菜五花还有家庭拌肉 嗯 这酸菜的果然是好到爆 再来一口青椒大蒜 就这一口中式大口 嗯 这样烤出来的酸菜比肉都香 嗯 这样烤出来的酸菜比肉都香 真的 你们一定要吃下这十字烤肉 鱼儿